环球时报网报道称 在东盟会议第一天 多特尔特就公开警告美国及其盟国 应该接受南海已经在中国手中这一现实 敦促这些国家停止用任何形式的军事活动 挑衅中国以避免地区紧张局势 并明确表示不支持美国在南海举行军事演习 无论是从国际法律法规来看 还是从南海岛屿的历史渊源来讲 这块蓝色领海都是中国版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长期以来 中国通过外交渠道 争取和平解决争端方面 已经表现出最大诚意 如今也已取得明显成效 可以说杜特尔特总统的此番表态 让国际社会认识到 美国等域外国家 在南海的搅局行径多么不得人心 自从美国宣布重返亚太以来 南海问题一度成为美国及其盟友 在地缘政治上限制中国的重要关键点 并逐步升级为国际社会炒作的热门 特别是阿基诺三世执政时期 以菲律宾为首的国家在美国怂恿下 不断挑起事端 制造摩擦 直到南海仲裁闹剧黯然收场 菲律宾方面才发现自己扮演了 对抗中国马前族的角色 此时由于对华关系恶化 菲律宾连香蕉都卖不出去 而躲在幕后上风点火的美国 却丝毫不顾其子的利益 反而进一步加强了对菲律宾的控制 随着杜特尔特上台 内忧外患之下的菲律宾很快调整对华态度 彻底扭转了阿基诺时期的政策 中非之间再次回到通过对话与协商 缓和南海局势的正轨 双方之间合作也随之解冻 菲律宾在对华交流合作中 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 自从菲律宾直指南海出头鸟调转方向之后 越南、印尼、马来西亚等有关国家的 态度和立场也发生了明显改变 南海问题和平协商对话取得连续重大进展 南海各方行为准则 谈判等问题也开始破局 今年3月8日 东盟防长非正式会议中 东盟国家军方高层发表联合声明 以求南海和平 呼吁各国依照和平法解决南海争端问题 3月11日 东盟国家公开宣布 一致认为要在南海问题上增强互信 避免一切可能使南海地区变得复杂的行动 菲律宾、越南和蒙加拉国等国 共同重申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亦不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南海争端问题 11月13日 正在新加坡访问的李克强总理表示 中方愿与东盟各国共同努力 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争取未来三年完成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多特尔特当即表示 非方已经做好准备 并将不惜一切代价加速推动东盟 和中国完成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 以免南海地区再次出现动荡 南海局势出现重大反转 意味着美国妄图在南海建立 对抗中国统一阵线的计划落空 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对此如梗在喉 很快把前任总统奥巴马的 亚太战略升级成为印太战略 同时美国亲自赤膊上阵 一再鼓吹所谓的自由巡航 极力拉拢预外国家参与 或配合他的霸权行动 但早已是应者寥寥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表示 由于中国的南海军事化行为不断升级 美国海军正在南海加大巡逻力度 并准备强化那里的军力 话语刚落 杜特尔特立即反驳道 南海如今的局面完全是美国的强迫所致 如果美国海军能少停一段时间 中国就不会把红旗九一岛南中国海的岛屿上 可谓一针见血 10月4日 美国公开宣布将于11月 在南海和台湾海峡附近举行为期一周的军演 借此警告中国 并向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发出邀请 菲律宾方面不仅拒绝参加美国军演 还积极参与中国至东盟海上联合军演 10月8日 杜特尔特在总统府会见中国驻飞大使 表达了热切盼望中国领导人对飞进行国事访问 推动两国关系发展迈上新台阶的愿望 11月13日 杜特尔特再次重申 南海冲突毫无益处 解决所有矛盾的唯一办法就是合作 得到多助 事到寡注 这是亘古不变的历史规律 事到如今 美国在南海地区不合时宜的拙劣表演也该收场了 请不吝点赞订阅